行 隐瞒身份这件事 算我有份 好吧 可是爸还是担心你将来要后悔的 爸 我不会后悔的 你还说你不会后悔 你现在才二十八岁 你找一个比你大十几岁的男人 你别跟我说 你不知道他的岁数 年龄不是问题 还不是问题 将来等他老了 你可还年轻的 你打算给他做一辈保姆是不是 那年轻的时候 妈不是也给你当保姆 钟先生 听说你结过一次婚 是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在美国 那个时候很小 不懂事 伯母 你放心 我一定会良心 非常非常地好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同志明对天发誓 如果我对良心不好的话 天打五雷哄 好好好 我相信 我相信 钟先生 你毕竟离过一次婚 我们家小夕 岁数也不小了 多少 我们还是有些不放心 我提一个要求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说吧 你看啊 你能不能签一份婚前协议 在我们家小夕 没有做出 任何出格的事情的情况下 你提出离婚 能不能分一半的财产 给我们小心啊 不行 全部财产 全部财产 是 你说的是真的呀 真的 佟姐 不不不不 佟俊明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说吧 你 你的厨艺很好 你能不能教教我做菜呀 当然没问题 可以 好 太好了 俊明 那我们一口